哈喽,大家好,我是远方君 现在我在越南首都河内 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越南的自然科学大学 我感觉他们这边的学生 和我们那边好像不大一样 看一下他们这个是 学生在玩游戏吧 好像是 就习地而住 他们在玩游戏应该是 我感觉他们这边的人也不穷 你看都是iPhone 用的都是iPhone 这些人的长相其实和中国是一样的 这边还有住着的 几个人喝个茶 这边这些人都感觉很惬意 这些都是大学生啊 上面还有这个电子里面的注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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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学生不知道是生活酒还是什么 就点点杯这个饮料 然后在那边喝 这就是越南的学生们 河内自然科学大学 我发现他们这边的大学校园都还比较小啊 就像我们那边一个学院大小一样 我们那边像那种比较大的大学 一个学院就有这么大 他们这是一个大学也就这么大 这边不知道他们这个是在招募什么 然后这前面就是校门了 这边是他们的这个摩托车 他们的学生就是好像中学生都可以骑摩托车 这边它是他们的教学楼 这边是教学楼 这边是教学楼 我刚才去看了一下他们上课呀 也都是用这个黑板用粉笔写的字 然后接提示的教室也有很多人 他们在玩手机玩电脑 老师在上面讲他们在上面挖 他们教学楼就是开着风扇 越南的话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得开风扇 因为像现在的话白天天气还是蛮热的 晚上都蛮冷 晚上穿两件衣服白天穿一件衣服 这位就是他们的老师在上课 不知道各位看得到吗 不知道各位看得到吗 各位学生在上课 在上课 老师在上面讲拿着话才讲 黑本上也写字 好的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观看